好,我们一起讨论《道德经》第21章 21章讨论《道》它的本性 以及《一道》作为自己精神根据的修道者 它的这种精神的根据 首先看《孔德之荣》为道是从 《孔》有几种训法 一是训孔为大 孔德就是大德 一种是以孔为空 就是通德 就是胸中虚怀广大 那么能够容纳万物者 修大道而成大德的孔德之荣 容简单说就是得道的姿态 得道之在世的状态 修道者、得道者 它的核心的姿态 精神特征就是为道是从 为是知有 知有道 那么是从 从是谁从 也就是自觉地将道作为自己的精神的根基 作为自己视听言动的根基 这叫为道是从 那么修大道者 为道是从到底要 要把道的什么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根基呢 老子这一具体展开 首先对于道 做一个具体的描述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那么通行本 是道之为物 朱简本是 道之物 这两个看似有差别 道之为物 这个为物是指创造物 创生物 那么后边相应的为谎为乎 可以看到是道创生物的一个具体的描述 而道之物 它的意思是直接对道的描述 但是道本身它的展开就是一个创生的展开 源源不断的展开 因此两者并无区别 道创生万物 为谎为乎 恍惚 描述的是 这种不确定的状态 这种不确定 当然是对人的视觉 人的感官 表现为一种无法把握这种状态 以前我们解释 有名无名 我们谈到 有限者 解释有行者 有行者 有其名 而对于无限的创生者 那么他超出了 超出了 这种有限 因此我们无法以行来模拟他 无法 以名 来称谓他 老子进一步说 恍惜呼吸其中有限 在这种不确定的 展开 源源不断的展开过程中 但是呢 有些可以是确定的 就道不断的创生出万象 所以其中有象 这里象是指宇宙之万象 在第三十九章 我们谈到天下之得一者 万物皆得一而生 获得他的生命 这种象 就是道之直接的创生 而获得了他的内在的素朴之性 获得他的素朴之性 也就有了象 这个象是汉语一个非常美妙的词 象是在道德经中指的是 有道 由道所创生 有道作为自己内在生长成就根基者 他不仅仅有形 而且有内在的生命的实质 这是象有道所直接的创生 恍兮呼兮其中有物 在恍恍惚惚之中 在这种人无一无法把握的 这种无法描述 无法言说的过程之中 万物被创生出 有象则有物 这种物同样为道所创生 为道所直接的展现 道创生万物的这样恍惚的过程 老子进一步说 咬兮兮兮其中有情 咬深远之貌 明不可测之貌 那这种道创生万物 在这种深不可测 咬不可 咬不可及的这种 状态下 但是呢 说可以源源不断的 涌现出创生物了 所以的其中有经 经也是道的 直接的创生 经与初相对 也就是经系 这种形枝未有分化 这种未分化的 纯粹的形枝 树谱本性没有分化的 直接呈现出来的 这种 没有远离自己树谱本性的 这是所谓的经 其经圣真 那么由于 是自己本性的 直接的展示 本性没有分化 所以它会表现出 其真性来 这里的真 是指树谱本性的 纯真 这和我们今天说的 真假 的真 不是同一个概念 我们说真假的真 是指 我们的思想 语言 符合事实 这叫真 那么不符合事实 叫假 在本体的意义上 它的真是指 树谱本性 直接的展示 直接的表现 所以其中 其中有性 其中有性 那么这个性 是指 实有 本性 实有 苏本性 实有 没被改变 这个性 同样是 本体的意义上的 性 是指 实实在在的拥有 实实在在的 直接的展现 这个 这和我们 后代德行论说的 那种 以言 符合 实 那么 所言和 所行 相符合 意义上的 信 并不是一个 层次上的信 这种信 是实实在在的 本性 实实在在的 拥有 承现 至今 极古 其名 不去 道 创生万物 但是呢 道 贯穿于 金 古 我们说 金和古 这是时间的概念 是人们的 是人们的 观念 那么在 《道德经》的 思想体系中 一切皆为 道所创造 包括时间 那当然也包括 过去 现在和将来 都是由 道所衍生 所创化 我们现代 认识论 哲学 比如说 康德的哲学 把时间 空间 当作我们的 感性的 形式 当作我们 纯粹主观的 这种框架 人们有了 主观的框架 才可以 整理事物 所以 康德要 有个著名的 说法 叫人为自然 立法 就是人可以用 自己的 感性的形式 知性的形式 去整理 杂多 整理 所谓的 这种 appearance 整理现象 因此就 有了我们的知识 当然 基督教 也有个传统 上帝创世 因此 时间空间 只有上帝 所创造 在西方的传统中 时间是 呈现出 色线状 也就是 去矮不返 现代物理学 现代科学 所讨论的 这种 经典 时空观念 那么时间 空间 特别时间 是 匀速的 直线 那么同样 这和康德 所说的 仅仅表现为 这种主观的 框架的 主观的 架构的 这种时间 具有相似性 那么老子 在老子的 这种思想中 一切 就由 道所创生 包括时间 包括金和骨的观念 贯穿于金骨 道 在金和骨 至骨 至骨之鸡 吉鸡 至鸡骨 源源不断地创造 那么 有其创造 因此 老子说 其名不去 有其实 则有其名 所以 道不断地创生万物 道同时 在万物之中 以悦众府 众府 通常的 这个府 通 迅为父亲的父 那么 自古其经 其名不去 以此来 约 可以说是 观看 来领悟 众府 就是众物之府 众物之府 也就是道 也就是创生万物者 但这种迅捷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因为老子一直 以母欲道 那么 以母欲道 在前边 各章 我们都有展示 但是这里 老子却将 众府也提了出来 但是 可以看到 在其他章节 众府并没有继续出现 无何一致 众府之壮者 以此 众府之壮 我们 何一致到 万物 万物之父 它的 容态 这种容貌呢 在世之态呢 老子说 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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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 此 也同时可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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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授了万物 道在万物 而 然后有象 有物 有精 有性 通过 我们 随时呈现在 我们 感官中 我们思想中的 精 信 真 物 象 我们可以 反观了解 那么 众府 之壮 那么 按次一章 为谎为呼 玄玄 虚虚 非常 难以的 把握 非常难以把握 但是呢我们通过 对这些相 经 信 物 观念的 不断 这种深入的梳理 我们还是可以把握到 道之为物 也就是道创生万物的 那种 具体的 这种 特征 好 这是 二十一章的 基本内容 谢谢 谢谢